您一定非常好奇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呢 除此之外呢 回头拿刀也别具一格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回民的信仰 哦 这我们叫什么 我有信仰 对 有信仰 就一骂你 所以我们要把这刀本永远的 我们这个拿这刀在这改牛 拉牛肉 拉牛肉拉羊肉 这证明这个肉是清真屠宰的 哦 回民到这来一看 咱们这条我拿刀 就是这人回民 不用说 是不是 你拿刀就知道 对 还有一个时候一说话 你比如你像咱说 你像通线呀 包括长营那儿吧 一见面 说这是张呗 不是李呗 哦 比父亲大的都大呗 哦 比父亲小的叫呗 还有我们的回民 这个叫什么 管爷爷叫爸爸 为什么叫爸爸呢 实际跟千斤的拉爸爸没关系 对 不是一个事 对 这个也是我的民奴操作 哦 这是怎么演绎过来的 就是咱 你看咱们 我小的时候看这阿里巴巴 对 实际是巴巴 哦 是巴巴 是巴巴 就是叫着给叫着 叫什么那个 阿里巴巴 对 爸爸 阿里巴巴 巴巴 就是巴巴 就是这么 从从从从阿拉伯语好 从咱们 穆斯林的衍生过来 好就好 爸爸的意思是得同往处 所以说 哦 造成中国以后叫白了 叫爸爸了 爸爸 实际是爸爸 对 那么父亲呢 父亲呢 父亲没有 你这不普及一下 我们这网友都不知道 咱也不算土生如长北京人 可是咱们知道的 就太了解了 嗯 就是说 呜呜呜 这点事跑出圈了 对 感谢杨大哥的分享 不知道您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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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